各位觀眾在北市興趣出現了天坑事件 怎麼回事呢 地點就在北市的從德街60巷口裡頭 通過畫面可以看到目前整個工程人員 他們開的是灌漿車 往這個天坑大洞裡頭 是持續不斷的灌入這個水泥 還有這個泥漿部分 為什麼呢 就在今天下午3點多左右 現場出現了一個大洞 有助說當時呢 2點50分左右 姐姐騎車回家的時候 發現什麼路面上有個小坑洞呢 她嚇得跳起來 趕快回家通知弟弟 弟弟出來查看 不到5分鐘的時間之內 整個越線越大 而且就現出了目前您所透過畫面 看到了這麼大個洞 而且持續有在擴大當中 目前我們透過目前可以看到 這個天坑的範圍 大概是連結是有三洞 透電錯的這個門口 都有被波及到了 大概是長8公尺到10公尺 這個寬度大概是有5米 而這個深有4公尺 我們透過稍後之前的這個畫面 也可以看到說 有許多住戶他們住家門口 停放的機車 腳踏車 統統栽進去了 也包括了置物所放在門口的鞋櫃 也統統掉到裡頭去了 而這個天坑怎麼會出現呢 有住說之前呢 這個對面的這個工地 在施工的時候 就曾經出現過這個地面 有均裂的狀況 會不會跟工地有關係呢 上到之前呢 這個北市的建管處 他們也證實了 根據他們初步調查 跟他們的連續壁漏水有關係 目前正在止水當中 不過目前可以看到 整個現場是在灌漿作業 照之前我們還訪問到了20號的住戶 一個老奶奶 他說當時呢 他聽到外面有聲響 開門一查看 嚇壞了住家門口出現了一個大洞 還聽稍早訪問 想當場子還在家 我嚇壞了 在 Liz Phutiano 我拋牌 在裡頭舟後 農工 你兩個 在那個 坐梯和通老奶奶 professores 坐梯 還特地 坐梯 現在回不回 都可以 petit 我沒聽聲響 我這麼情況 怎麼會承認 我先生 我看 我們先生還沒來 我們先生說 他來來來來 走這樣平革 還好 倒回來 看他斬到這樣 他再過來 他說你不能再過來 他說我不會 我不會再過來 我就回來 都出來就對了 都出來了 那當時你在家裡面 怎麼說有別人 家裡只有我們兩個 跟我們先生而已 那當時房子有油還是怎樣 沒有 都沒有 做到房子很大 可能有房子 房子我也沒聽 我也不知道 我在樓盤我就沒聽 是剛才怎麼看 怎麼搬到這樣 我就不再去看 好啦 難說真的是有家規不得了 當時他整是在消防員協助之下 跟先生從住家裡頭是逃出來了 不過現在也沒有辦法回家了 現在只能怎麼辦呢 他的女兒還好就住在附近 得知消息之後第一時間趕回到現場 發現家中的兩腦還好 他們都沒有身體都沒有受傷 平安是離開了這個住家天坑範圍之外呢 現在他們也將先暫時安置他們兩老到住家裡面去休息 而這個區公所人員來到現場 目前根據我們了解呢 在第一時間的校門員來到現場的時候 是疏散附近的五名的住戶 目前呢是遭到波及的三棟房子 這個透天錯的部分呢是已經沒有人了 不過這個警方把這個封鎖線往外拉得更外頭一點 也希望這個居民呢暫時呢 如果您住在附近的話先不要回家 軍公所人員在附近是來協助 如果您今天晚上是沒有地方可以住的話 來找他們做聯絡 而這起意外呢就從今天下午三點鐘來說起了 有附近的住戶說當時呢 這個姐姐從住家呢騎車回家的時候發現說 外頭怎麼這個門口的路面上有一個坑洞呢 覺得太奇怪了 趕快回家告訴弟弟 弟弟才出來一看 沒有想到這個洞越線越大 五分鐘之內陷出了一個大天坑 大黑洞了 很多居民的這個摩托車 還有包括這個腳踏車 通通是栽進了這個大天坑裡頭 也包括住家外頭的這個鞋櫃 而在稍早之前呢 這個工程員來到現場 是以灌江的方式希望能夠先止住 不過他們工程的人員呢 還在現場查看 究竟這個連續壁漏水部分是在哪邊 以及這受到撲擊的三個住戶透天座 他們住家的這個結構會不會有危險性 因為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他們從一樓這個鐵捲門下 幾乎是呈現掏空的狀態 而且這個深度達到 就是我們目測這個目視範圍 有四公尺這麼深 這麼大一個洞 一時之間是沒有辦法給這個填滿的 因此工程員他們不斷開來 是這個水泥灌江車 一車一車的要把這個水泥 先把它灌進這個大洞裡頭 不過住戶的機車都還在裡面 都還沒有把它給調出來 就以這個灌江的方式 也引發稍早呢 附近的住戶有點不滿 說我的機車還在裡頭 怎麼就這樣灌江了呢 那整個車子就全毀啦 不過現場還是要以這個地基為 這個優先考量 希望說不要再有更大 擴大範圍 因此是消防員他們在現場 拉起封鎖線之外 工程員他們以灌江的方式 希望能夠止住 讓這個大洞不要越線越大 今天來到現場 這個天坑面積 目測是影響了三個住戶的門口範圍 長目測有八到十公尺 寬有五米這個部分 而這個深度是深達四公尺這麼深 很多住戶的這個財產 包括機車啦 以及這個摩托車 還有腳踏車 都載進去裡頭的 我們稍之前 記者來到現場的時候 也看到這個洞 它裡頭這個比較鬆軟的土石部分 也是有在崩落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現場的工程員 他們是開來是水泥灌江車 用灌江的方式 希望現在能夠把它給填平 而稍之前 北市建管處他們是有發出通知說 已經到場要了解狀況了 目前出不了解是 對面的工地的連續 必滲漏水了 因此目前正在工地 進行止水當中 而我們所得知的是 商務員他們來到現場 目前將現場 五名住戶已經疏散 目前沒有人員有受傷的狀況 而三軍團隊持續守候 在現場掌握最新情形 系統還給彭內 全球 特製作給我 在這裏 全球 應該有機會 請坐在這裏 我們沒有再回答 那麼一定有機會 來 成功 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